我还蛮喜欢现在都是男孩追女孩吧 但我觉得女孩追男孩也挺好 就这种 他虽然傻乎乎乎的 但他什么都说实话 然后他做的事情会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很可爱的这种 万万没想到诚意居然喜欢这款女孩 在娱乐圈服沉述十年 诚意也算是业人无数了 奈何至今还是母胎搜拢 不过回看他早期的采访 才发现他居然喜欢搞笑点的女孩 而且透露自己属于比较被动的 怪不得能和杨子打成一片 活泼开朗的小猴子的魅力 当然没人拒绝的了 当时身为小透明的两人苦中作了 幻想成为大明星闪闪发光 杨子的热情和真诚 也迅速打动着慢热的诚意 终于在十更五年时候再次二搭 神乡父母的精湛演技 让不少观众认识到了诚意这个男孩 诚意的事业也由此更上一层楼 与此同时火眼金睛的网友还发现 诚意对杨子是分外与众不同 眼神更是时时刻刻锁定的状态 怪不得对系的时候 小猴子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那眼神简直太支热 一向在外的那两害羞滤镜也被打破 在杨子面前活脱脱就是个过早的帅哥 逗得杨子适乐的不行 诚意早期喜欢搞笑女孩的则偶观 在对应杨子主动出击的原则 CP玄学太上头 看完你喜欢两人在一起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